大家好,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因為傳說抽彈 愛之旋律的機率出了問題 但它說是機栽的錯誤 但是送了一張十抽券 在這個箱裡就可以獲得一張十抽券 是記載錯誤的 但我自己覺得一點都不是記載錯誤 以我自己的感覺 看來看 應該是抽彈出錯了 但又有很多人中 我真的猜不到 不過多人抽就自然多人中了 是否這樣說 始終機率還在 我本身看機率已經覺得有問題 不過 大家又不斷抽 結果我都不斷抽 不過沒所謂了 它的十抽券我已經說明了 在這部影片不會用的 所以... 以抽彈來說 我應該也會抽的 哈哈 不過我覺得... 這樣也有記載錯誤的時候 真的會令人感到疑惑 你看看 因為每次精選 它是會高一點的 但其實這次它跟一般的 是差不多 我還以為 這些角色是否特別強 所以... 設定到精選低一點 但它推出了功告又不是 對呀 其實很多人都說... 呃... 呃... 幾千張... 幾百張十抽券 怎麼賠呢 對不對 賠不起的嘛 所以就... 我們當它是記載錯誤吧 對啦 即是... 雖然我什麼都抽不到 但是... 我都覺得... 既然你說是就對啦 我相信你啦 這樣吧 其實這個功告就是這麼多 也沒有什麼特別啦 大家謹記啦 去拿一張十抽券再搏一搏 或者留下一次用吧 如果大家已經中了的話 但我相信... 不中的應該是多於中了的 下話應該 留下一個言 告訴我你究竟中了還是沒中 這張十抽券對你有沒有用啦 好...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我記得按LIKE